《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1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256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刚刚死去的赵小兰的妹妹 麦康奈尔的小姨子赵安吉 他这个死因啊 现在剧情发生了巨大反转 也就是当时刚刚传出赵安吉死亡的信息 是吗 是说他是在红绿灯路口等候红灯时候 被一辆酒驾的大火车把它撞毁 导致的撤毁人亡 然后赵安吉呢就香消玉婴了 那么当时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消息 我呢也为此呢专门做了一集我的视频节目 也就是对美人的死呢 感觉到有点惋惜 但同时呢 我也认为你出来江湖上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嘛 所以呢 我当时呢 是做了这么一集节目 但是呢 这两天呢 剧情完全翻展 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红绿灯路口酒驾大火车撞死的消息啊 它实际上是出自于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财新网 也就是财新网第一时间 报道了这个赵安吉的死呢 是死于大火车九驾 而中文媒体就广为报道以后呢 美国也好西方有些媒体呢 是转移了中文这个媒体 就转移了财新网的消息呢 然后呢 就散布在社交媒体上 但是一个蹊跷的问题就是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媒体啊 无论是主流媒体 还是美国那些严肃的那些报刊网站 他们只通报了赵安吉人死了 但是没有任何报道的死亡的具体细节 也没有任何一则新闻报道 证实了赵安吉是在这个路口等红绿灯时候 被酒驾的大火车撞死的 那么很快呢 新的更惊悚的消息就来了 根据德州奥斯汀媒体叫美国观察家的报道 赵安吉实际上是死在布兰科郡的一处乡村的私人地产中 他的死亡具体呢 是他自己在用他的特斯拉的这个轿车啊 在倒车的时候 落入了该私人领地的一处水域后 然后他本人呢 落水溺亡了 那么当地法医办公室呢 还在确认他自己最终的死因 警方趁呢 他们也正在调查这起事故 但是布兰科郡警方没有公布此案的任何细节 包括赵安吉具体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以及呢 他是否就是他倒车倒而倒这个湖里面 最终呢 是沥水死亡 而根据布兰科县治安办公室 星期四也就是昨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布兰科县当局正在调查富贸集团航运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安吉的死亡事件 同时他披露 上个礼拜天 布兰科县消防局和医疗部门 被要求对一个私人牧场进行水上救援的时候 被救人呢 已经当场死亡了 紧急医疗服务部门试图对他进行紧急施救 但是他在水下早已呢 就是溺水生亡 那么非常非常蹊跷的就是警方的声明中 他没有提供这个所谓私人这个湖面造成溺水身亡的这个私人地址 也对这个死亡事件他呢 删减其口 当地媒体政治家暴根据德克萨斯州公共信息法 要求警方必须公布事故发生地的地址 要求获得更强细的信息的时候也是被拒绝的 有一个记者曾前往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要求进行采访也被拒至门外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信息警方也好 当地的司法办公室发布的信息也好 只是证实了赵安基的死亡不是在等待红绿顿时候被酒驾的大货车撞死 是死在一个私人牧场的一个神秘的湖里面 那么具体的细节 具体的地点都没有公布 而赵家发的这个复告呢 复告上仅仅简单就是说 赵安基本人去世了 家人都很悲动 没有提及任何细节 所谓车户报道他死亡 这是什么 这是现在证实是大陆的财新网转出来的这个报道 而这个报道也只是解释嘛 他当时是等大货车时候死亡 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都只有大框架 比方说地点说是在奥斯丁 时间说是在夜里面凌晨 根本没有详细的时间地点 不符合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应当有当事人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交通拍摄的录像 也就是这些信息都没有公布 而记者呢 到当地的交通警方事故网站上去查询 也根本没有发现在这一天 有什么九家司机撞死人的各种交通事故记录 因此呢 对当初所发布的 他是因为交通事故撞死的 这个信息现在已经就排除了 但是他在一家私人牧场 然后最终到的湖面 他怎么样去死亡的这些信息 目前来讲呢 警方呢 是披露的细节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为什么要掩盖赵安吉他死亡的具体原因呢 他的死究竟是涉及到了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在赵安吉他死亡 突天盖地的都说是被车祸死亡报道的第二天 华尔街的一个投资人叫凯尔巴斯 他就在推特上呢 发表了他的推文 他明确告诉大家 安吉拉赵就是讲赵安吉拉 他不是在街头被货车撞击死亡的 而是死在一家私人牧场里面 按照凯尔巴斯所提供的细节就说 当时安吉拉赵他在一辆特斯拉轿车 在这个车子呢 倒车的时候 车子呢 是倒入了这个牧场里面一个小湖 最终这个车子完全落水 他最终是因为溺水在这个车里面死亡的 也就是凯尔巴斯的这个报道呢 一下子呢 就让很多人呢 就认为为什么安吉拉赵不逃亡呢 我是没有开过特斯拉 但是我听那些了解特斯拉人都说 特斯拉即使是在没有电的时候 驾驶员依然是可以打开车门逃生的 所谓倒入一个私人小湖 那这种小湖 我个人分析啊 多半是景观湖 也就是景观湖 常理来讲呢 水都不应该很深 而且倒车 倒车那肯定速度是比较慢的啦 赵安吉本人是游泳健将啊 他的身体条件是相当好的啊 他无论是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条件 还是他自己的年龄只有五十岁 加上他自己可以讲是哈佛这样的高智商 他为了活命难道不知道打开车门 然后自己游泳出来逃生吗 怎么就会在这个车里面活活在水里面就在水下溺亡呢 所以对他这种死因 就在这个水里面被闷死的 完全我是不能够理解的 不符合赵安吉本身的身体条件 和他自己的这种游泳的能力 以及他这种哈佛毕业的高智商嘛 再说他是多么显赫 多么重要的一个人呢 赵安吉本人不但是福茂集团的掌门人啊 自己担任着他这个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型航行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他同时还建造中国银行的独立董事 是中国传播工业总公司的独立董事 你看看他多少这个闲头啊 他一个在美国成长的 在美国大学毕业的掌管的家族企业的CEO 他为什么还要到对岸的中国 但是中国大型国企央企 中国银行的董事 中国传播工业总公司的董事 他这个人有那么大的能力吗 你能不能想象一个全球顶级的航运企业 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日理万机那么忙 他还身兼着多项美国亲共的各种社会职务啊 他本人担负了多少职务啊 我告诉你讲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 他担任过中国银行的独立董事 中国传播工业的独立董事 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哈佛商区院院长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主席委员会的委员 大都会歌剧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特殊外科医院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亚裔美国人基金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 也就是他一个人身兼很多的社会职务 同时他在掌管自己家族企业 政府董事长和CEO的重任的时候 还到对岸到中国大陆去接着中国银行的董事 中国传播工业总公司的董事 他为什么忙成这个样子 这个主席那个理事长 每天忙着天昏地暗 但还要关注太平洋对岸中国的一个国有大型银行 和一个中国顶级的造船公司呢 中国银行设计的显然是巨大的资金项目嘛 他丈夫投资公司与中国银行 难道是不是马上要有一个惊天的暴雷的内幕啊 那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就这么蹊跷的死掉呢 上海江南造船公司是中国船部工业总公司领导下的子公司 福建号航母下水以后 一直在进行内部改装 都是在上海造船公司改造的 赵安基本人担任着中国船部工业总公司的董事 那么这个福茂集团 他跟上海造船企业有多少内在的联系 能掌握多少中国军方 尤其是关于航母的机密 这个我们就不能不持有怀疑态度了 赵安基的这个家族多么显赫 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 在这呢 我不多做重复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父亲赵锡成 是因为早年跟江泽民曾经有过上海交大 校友的这么一个渊源 最终呢 他投靠江泽民 表示自己的女婿麦康奈尔 将在美国执掌什么 执掌参议院共和党的重要的领袖职位 也就是你投资我 实际上就是投资了美国政府 因此呢 中共呢 把它上升到国家利益 最终江泽民指示 中国呢 必须全力扶持赵锡成这个家族 目的就是把麦康奈尔卫保 最终让麦康奈尔在重大的外交议题上面 能为中国持续的服务 那么这项投资显然是成功的啦 也就是麦康奈尔近三十多年来都在美国参议院智掌的共和党领袖的地位 在重大决定中国各种政策上 基本上都是呼应中国的外交路线 外交政策的 所以呢 中共呢 这一笔巨大的这个统战投资用在赵锡成身上显然是成功的 那么除了赵安基的父亲赵锡成 是中美之间长线投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企业家之外 她的姐姐赵小兰 先后两任担任美国的内阁部长 在小布什内阁是担任劳工部长 在川普内阁是担任交通部长 她的姐夫麦康奈尔是掌管美国共和党参议院三十多年的领袖地位 至今还在什么 还在决定的中美关系上起着重大作用 所以说赵安基家族的背景呢 这个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我在过去的节目已经反复谈过 就讲赵安基她本人和她的丈夫 那也是非常非常显赫的 她的丈夫叫詹姆斯·布雷耶 是因为美国风险投资家 也是布雷耶资本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这个公司的总部呢 就放在她死亡的这个城市叫奥斯汀 而布雷耶在北京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叫IDG资本公司 而恰恰是这家IDG资本公司啊 在今年二月九号 刚刚被美国国防部呢 列为制裁的一家私人资本投资公司 这个就是惊天秘秘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过去呢 美国制裁的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国企央企公司 尤其是国防部制裁的 一定是跟中国国企央企有关 或者是虽然讲起来是私人资本 实际上都是中国政府在幕后充当老板 打着私人旗号的中国的央企或者是国企公司 这类公司被美国国防部制裁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这一家IDG资本投资公司在二月九号被美国制裁 就非常非常蹊跷了 因为它是损罪着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公司 无非这家公司是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的 那么这家公司一下子被美国国防部制裁了 显然大家都不能不怀疑到这家公司跟中共一定有什么勾当 而这个勾当一定伤害了美国国家利益 伤害了美国国防利益 不然美国国防部怎么要制裁一家由美国人在中国投资的风筹公司呢? 很显然是美国政府发现了这个IDG公司有什么勾当吗? 他在帮助或者是他用资本资助了中共的军工企业盗窃或者是购买了美国的大量的军工产品 或者是帮助了敌对国 比方说帮助了俄罗斯啊 帮助了哈马斯啊 也就是这一家公司资助了中国的军工企业一定对美国的国防利益 产生了重大的利害关系 否则美国国防部怎么会去制裁他呢? 而制裁到第二天赵安基就死了 2月9号制裁到赵安基在大连出于2月10号这一天 他就什么倒入小湖中 然后自己就神秘死亡了 人们就更加惊奇 就是说这个死亡跟美国国防部的制裁有没有必要的联系呢? 美国国防部制裁这家公司以后 是不是很快就会去暴露出他们隐瞒的一些重大机密呢? 所以赵安基不能不死啊 因为他知道的机密太多太多了 根据当地警方的介绍 警方已经获得了这家私人牧场的监控录像 但是美国的大媒体呢 几乎都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呢很可怕 究竟是赵小兰和麦康奈尔可以要求保密呢? 还是美国政府为了掩盖某些真相 他们故意在隐瞒呢? 有一种情况 我们知道 我们怀疑的 就是赵安基跟中国军方的联系 很可能涉及到赵小兰和麦康奈尔以及其他美国高层 尤其是民主党里面一些重要人员啊 所以民主党肯定想隐瞒下去 那隐瞒下去 这种文件最终就会被密藏啊 也只有等到三十年以后解密 你才能知道 而三十年以后还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当年赵安基的死因呢? 无论你现在是怎么去隐瞒 但是人们都有什么 都有深究的权利 因为赵小兰家族很显然是靠着共产党 靠着江泽民发家的 她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跟中共有各种各方面的联系 这种联系 那是属于她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跟中共呢 背后有各种秘密勾当的 而她们家族很显赫的就是最小的这个妹妹 家族航运公司的掌门人 又是董事长 又是CEO 她的身份公开是从商的 那她从商呢 就很容易以商来掩护政治啊 赵小兰夫妇在美国是属于绝对顶尖的上层 她们一直跟中共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 大家应当不难回忆出 前几年日本新天皇继位的大典上面 赵小兰当时是美国派出的特使 王岐山是中国派出的特使 即使在中午睽睽的天皇大典的典礼上 赵小兰和王岐山两个人也是交头接耳 全部被记者都拍到的 就说明什么 赵小兰和中共高层啊 她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她跟王岐山能那么熟悉 能够在这交头接耳在这个大典上面 两人切切之语 显然就是她们彼此之间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 而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个人的亲密 是什么 是党国长期对赵小兰家族进行统战 放长线钓大鱼的这个结果 赵小兰家族这样的顶级的华人政客 是中共在美国放了三十多年的一个长线 是统战的一笔巨大财富 这从江泽民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就开始 几十年来中共花了巨大的代价 目的就是通过赵小兰的家族掌控美国最高层决定中共外交路线的人 最终的一个外交政策的制定 对中共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有着巨大的什么 有巨大的引导作用的 所以说麦康奈尔和赵小兰显然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投资美国的第一家庭嘛 而赵安琪呢作为一个商人很可能很多政治上面要隐瞒的是 是通过商业协作来最终安排的 他把他的丈夫安排到中国来做一个大型的投资公司 作为资本定向投资中国的军工产品或者国防企业 被美国发现以后美国必然要制裁嘛 美国怎么会允许你中国能够刺探美国的军事情报呢 而这种事情完全有可能嘛 是某一个中共感觉到赵安琪或者他的丈夫 某一件事情被美国查出以后有重要的秘密要败露了 那么这种要败露会不会在这个关键时候就安排他死亡呢 现在你很难说啊 美国现有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因为有麦康奈尔这样的高层介入 即使是知道赵安琪死亡的真正原因 也只能是心道不宣的替中共撒屁股掩盖丑闻的曝光 但是无论是你共产党也好麦康奈尔也好 真的是如果你们家族因为勾结中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被民主党掌握那显然就是一个巨大的把柄被民主党裂住了嘛 可以跟你共产党讨价还奖也可以跟你麦康奈尔讨价还奖嘛 等到哪一天拜登所治党的民主党政府一旦愿意跟中共翻脸 或者是对麦康奈尔要挟不成一次性曝光出来 那就可以要了你老麦的政治生命 因为这个麦康奈尔都80多了他还赖在政治舞台上 早就什么早就被共和党很多人想把他赶下台 如果是美国民主党政府要跟共产党翻脸 那么翻脸前他们一定是有谈判的各种砝码的嘛 所以掩盖赵安吉的事情很可能民主党政府是帮助做的 要不为什么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现在都解漠不演呢 一个名人突然去世大家当然关注这个名人去世 他具体的死亡细节了有什么理由不公布他自己死亡的各种细节呢 如果是意外事件你就把所谓的意外原因曝光给大家好了 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 赵安吉作为这一个大家族出生的可以享受着这个荣华富贵的 可以讲他整个生命期间都是风光无限的人 但是呢他这个美人呢命实在是薄 他35岁才遇到了他第一任丈夫 当时他这个丈夫呢是一个身价23亿美元的犹太富翁 叫布鲁斯瓦瑟斯坦 这两个人年龄呢一共差了有26岁 他们热恋一年以后呢就正式结婚了 虽然赵安吉好像找了一个比自己达了26岁的犹太富豪 但是这个富豪娶他呢可是娶的是第四人妻子 而这个新婚妻子娶到家不到十个月 这个犹太富豪就突然心脏病发作 死的时候呢也就61岁 那么第一任老公挂掉以后又过了两三年以后 嫁给了他第二任的就是现任的丈夫 华尔街大佬匈牙利益美国风险投资家 是菲斯伯克早期的投资家叫詹姆斯布雷耶 他们两人呢生有一个孩子 他自己呢肯定是有钱人了 他嫁的也全是有钱人不差钱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有钱花还要有命花呢 也就是赵安吉他自己年纪轻轻50岁都不到 就突然在大年夜就挂掉了 而他的这个死后呢对他的死亡言语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蹊跷 那么人们都在追问了 通常如果是一个名人死亡 一般来说就是这三种方式嘛 一种是意外死亡 一种是自杀死亡 一种是磨杀死亡嘛 那么赵安吉究竟属于哪一类呢 你说属于意外 那么意外就完全应该公布所有的细节 包括他死亡的时间和地点 死亡的行为方式意外的原因 尤其是你施救的结果 造成意外死亡的那些责任人在哪里 包括人证物证均要向社会公布 尤其是像赵安吉这么大名气的名人 如果他属于意外死亡 那还不要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死亡的原因嘛 而现在呢就是美国各大媒体都三简七口 警方也不允许披露任何信息 只是告诉你这个人不是红绿灯路口被大户车撞死的 而是在一个小户里面溺水而亡 那么如何溺水他 为什么好好的就会到这个水里面 为什么在水里面他就不自救 他死的原因究竟什么 现在谁都不会告诉你 主流媒体也好 美国社交媒体也好 告诉你唯一的结果就是什么 人死了 这就让人们不得不怀疑 他不是意外死亡啊 那不是意外死亡 会不会是他自杀呢 那么赵安吉有什么理由去自杀呢 是什么样强大的一种心理压力 导致这样一个风光无限的董事长 他会去自杀呢 赵安吉可以讲 在他自己从小成长时候 就承载着家族巨大的光环 也就是他父母亲对他来讲 是奉若掌上明珠 他先后有五个姐姐姐夫 没有一个人不关照他 他本人在少年成长时候 就在这个家族巨大的光环中 他本人是脱颖而出的 在美国上层政界可以讲 很多共和党的这些领导人 把赵安吉都当做什么 把赵安吉都当做一个未来的 年轻的商业家或者政治家来培养的 美国两任总统老布什总统 和小布什总统都专门借鉴过他 你想想看他这么强大的家族背景 那么强大的政治靠山 那么强大的家里面的航运生意地位 这么炫目的中美两国的外交宠儿 可以讲他活一百次还来不及呢 他怎么会选择自杀呢 你能给出一个他自杀的理由吗 没有任何理由他会再选择 自己五十岁不到风光无限时候就会去自杀啊 所以说他自杀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那么如果是不是意外死亡 也不是自杀呢 撑下来的只个人是谋杀了 那么谁谋杀他呢 为什么有人要杀掉他呢 现在什么线索都不公布 人们自然会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谋杀 这种谋杀是来自于中方还是来自于美方 还是中美双方大家都有这个默契 中方派人干 美方呢帮助了结帮助掩盖 这件事呢最终把它当作外交机密呢 就掩盖三十年以后再解密 也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让这个人消失 显然要符合中国或者美国现在某方面的利益 只能是这么解释了 那你还能说什么呢 他肯定不是正常死亡吧 正常死亡比方说得病了 也就是他自己扛不过哪个病痛 那算是正常死亡 他显然没有这样 他自己身体非常健康是游泳健将 而且他在社交场合是非常非常活跃的 所以说不是正常死亡 那就应该是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没有任何意外的原因 那要么就是自杀 而自杀你找不出任何他有理由自杀的原因 那只可能是谋杀了 而这种谋杀只能靠警方给出证据 而目前的警方就说没有谋杀迹象 那么最终你就要解释一下他究竟什么这样死的 因为什么原因死的 给出他所有的细节嘛 多多散散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怀疑 而怀疑的背后涉及的就是中共或者是美国高层里面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么这个秘密什么时候水落石出 等到我们有了具体线索以后 我再给大家做跟踪报道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